Hi 大家好 我是Kiki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一個沒有工作又沒有上學的情況下 用一個什麼簽證留在日本 這個頻道除了我之外還有阿添 我們兩個已經來了日本大概一年零五個月的時間 頭那個年就是用留學生的身份在日本讀日文 之後我就轉了現在這個J-FINE簽證留在日本 那我現在已經轉了做工作簽證在日本上上班 而我呢就是在等待拿到新的工作簽證的階段 那今次拍這條影片主要是想分享多些關於J-FINE簽證大大小小的事 因為在我申請的時候 我發現在網上找到的資料十分之少 所以就想用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去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簽證大大小小的事 好 首先說一下什麼是J-FINE J-FINE的全名就是未來人才製造簽證 它是2023年4月24日才新推出的一個簽證 除了J-FINE之外 同一時間出入境管理局也出了一個高階版的J-SKIP 但我這條影片就先不說太多了 也要先說一下J-FINE J-FINE這個簽證的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海外的人才種子 來日本發展 在留資格是隸屬於特定活動的 即是在留卡上面會寫的是特定活動 拿著這個簽證就可以進行所有和 找工作或者創業一些前期準備的工作 符合資格的申請人 最多是可以批到兩年的在留資格 以我和我的朋友為例子 大家第一年都是首先批到一年的 一年過後才會再續簽 其實很多人來日本都會考慮 用一個留學簽證 或者是Working Holiday的簽證 但這兩個簽證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是一個星期不能多花28小時的兼職活動 但J-FINE就沒有這個問題 只要你花的兼職是豐足業以外的就可以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J-FINE是可以帶你的配偶和子女來日本的 但如果他們想工作的話 就一定要申請一個就勞許可的資格 即是一個星期都不能多花28小時的兼職 好,那說了一大輪 究竟要符合什麼資格才可以申請這個簽證呢? 只要符合兩個要求就可以申請 第一個條件呢 就是要在五年之內在一間大學那裡畢業 這間大學呢 就要在三個世界大學排行榜裡面的兩個或以上 排行頭100的學校 以香港為例 有五間大學都是符合這個要求的 分別就是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 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要有一個戶口證明自己是有20萬日圓的生活費 折合大約港幣1萬元左右 所以這個簽證的申請門檻真的十分之低 只要你是五間大學的大學生 在五年之內畢業就沒有問題了 由於學歷是申請這個簽證最大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對於香港人來說是有一定的好處的 那如果像我們這樣 在香港的大學畢業五年之內 又或者快畢業的大學生呢 又想來日本體驗一下生活 或者發展一下自己的事業呢 那這個簽證的確是一個十分之低門檻、低成本的選擇 那我大概都說一下申請的過程 申請的時間呢 官方就說是大概一個月左右 那以我自己為例呢 我就等了一個月零三個星期才收到的 那我的座標是在東京 那申請的資料呢 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 在官網找回相關的表格去填寫 那其中有一份比較特別呢 就是要一個申請人用日文去寫一份在留期間的活動書 在日文就叫做太債有的學 那這一份的活動計劃書呢 都是簡單寫回你未來這一年 在日本打算每個月進行什麼活動呀 如何去達到你在日本創業或者找工作的一個過程 那聽到這裡 大家都可能覺得這個簽證真的很不錯 那的確是的 它的自由度很大 申請門檻位都十分之低 但是呢 都有一些注意事項是想大家 申請之前要想清楚的 那這個簽證存在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租屋 那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租屋是很麻煩的 尤其是外國人 加上如果是申請J番的話 可能又沒有錢又沒有工啊 那就是說上加上更加難去找到一間屋的 那所以啦 如果你是想著直接在香港 用J番這個簽證來日本的話 那這個屋會是你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市面上呢 也有很多留學生friendly的屋 那不妨在這個方向去找呢 就可以在日本找到自己第一個的家 那第二個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簽證欠缺了一些配套 去幫申請人進行一些 找工作啊 或者創業相關的活動的 那雖然這個簽證叫做未來人才創造計劃 也都是希望申請人可以透過這一段時間 在日本找工作或者創業的 那但是很可惜啦 出入管理局呢 就沒有針對J番這個簽證 提供一連串相關大家可以找工作或者創業的支援的 那但是市面上呢 都還有很多一些是 專為外國人而設的就業啊 或者創業的支援的 那我自己也有去過啦 那但是要注意一下 特別是J番這個簽證呢 就是沒有的 那由於這個簽證呢 就沒有對申請人有任何的日文要求 所以如果你的日文沒有去到一個很流利的水平呢 你直接在香港過來的話 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尤其是去找這些的支援啊 支援的時候 甚至乎去見工呢 都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都要想清楚先的 那到這裡啦 大家都可能想 那我用著J番這個簽證 一邊去演員學校那裡讀書就可以了 那這個說法是一半一半啦 因為J番呢 是不可以在日本讀一些長期的課程的 長期課程的意思呢 就是三個月以上的一些課程 那三個月以下都視為短期課程 短期課程就可以了 但是長期課程的話呢 就一定要申請留學簽證才可以報讀到的 如果有在日本工作的人呢 應該都知道啦 換簽證呢 是需要一段時間去等的 那以東京為例啦 因為最近一兩年 真的太多外國人在東京那裡定居啦 那所以換簽證的時間呢 都拉長了差不多兩三倍 以阿天為例子呢 他換工作簽證呢 足足等了三個月才申請到 但明明官方是寫四至八個星期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不確定的等待換簽證的時間呢 很多人都想 會不會用J番這個簽證 可以讓我偷報 去開始我的全職工作呢 那但其實是不可以的 我可以用自己的例子跟大家說啦 因為我當初也有問過我的行政書士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啦 那他就跟我說啦 因為J番呢 只可以讓大家在日本找工作 和做一些創業相關的準備活動 那如果開始做正式的工作呢 都是要換回正式的工作簽證才可以的 最後呢 我都希望給大家一些提示 去申請這個簽證 首先戴上頭盔 要有心理準備啦 來到日本呢 作為外國人去工作呢 的確是不容易的 那如果大家是有計劃要來日本的話呢 首先呢 大家都要好好評估一下自己的日文能力 以及自己的工作經驗的 如果你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你的日文已經很流離了 如果你是去到一個可以應付工作 日常溝通沒問題的程度的話呢 那我覺得申請J番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因為他很低門藍 亦都是可以提供一個很穩定的時間 給你在日本找工作的 那我覺得你最重要要準備的東西呢 就是怎樣去跟日本人爭同一份工作啦 那如果你的日文不好啦 你又想做回自己的老本行讀書那行的話呢 那我就建議你在香港首先 累積了一些工作經驗先啦 最好呢就是做夠大約三年的時間 因為在日本呢 三年是一個分水嶺 那過了三年之後 大家才會視你為一個真的有工作經驗的人 找工作呢也會比較容易的 那同時間呢 在這三年的時間 都很好裝備自己的日文能力啦 那你申請這個簽證 來日本找工作呢 都會比較輕鬆的 那如果你是剛剛大學畢業 沒有任何的工作經驗啦 再加上你的日文呢 都是一般的話呢 那真的要冷靜點 不要那麼衝動 因為如果一個這樣的狀態之下 用J-Find來日本的話呢 你會遇到很大的障礙啦 甚至乎生活呢 都可能是一個問題的 十分之感謝大家看這條片在到最後啦 那最後我都想用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和大家講一些感想啦 那我自己過去這一年多裡面啦 都遇過很多不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啦 大家呢 都是有一個日本夢啦 很希望自己可以在日本那裡生活 發展下去啦 那但無奈呢 日文的確是很重要啦 再加上種種的因素 可能找不到工啊 或者簽證的問題啊 就要令到他們被迫回自己的家鄉 那他們的日本夢呢 就被迫中斷 甚至是粉碎了 那我就作為眾 留在日本的人啦 當然導致自己身邊的朋友呢 要被迫回自己的家鄉的時候呢 是覺得十分之可惜啦 那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移居日本 來日本發展的話呢 真的要好好地裝備自己的日文啦 甚至乎是自己的技術啦 看多些資訊呢 那你來到日本之後的生活都會容易很多的 好 那這條片呢 就去到這裡啦 那我們最近都在想啦 究竟拍些什麼的題材 大家會喜歡看啦 如果你有想我們拍的東西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想看更加多關於移居日本的事啦 那呢 就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那我們呢 會定期分享一下 我們在日本的生活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條片 阿椎 我們下次吧